你跟妈说什么了 我总看她 好像有点高兴一样 你很想什么 你想多了 真的 那就好 你不知道 我刚刚 特别心惊胆战的 我就怕 你一不小心 就得罪她了 我只是跟她说 如果她觉得我们以后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就连我一派 批批我 你跟妈这么说的 那她不生气才怪呢 老公 我追求你 我有说错吗 事情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还有 我追求你是什么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 反正呢 你这样说 她表面上看着没事 其实心里特别难过 妈 你怎么啦 妈 没什么 你哭啦 怎么了 怎么了 为什么哭呀 妈妈呀 妈这辈子 就指望你了 为什么这么说呀 我没了 我没了 你知道 妈妈这心里有多苦吗 自从你大哥 有事以后 这二十多年来 我每天盼啊 盼啊 好不容易 把你大哥给盼回来了 他成了家 有了媳妇 亏是没想到 没想到她的媳妇 现在却处处压着她 让她 一点都不好过 让她抬不起头来 嫂子怎么处处压着哥了 就说今天吧 我说了你嫂子几句话 然后你哥听见了 就过来 跟我说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别跟小楠说 任何事情 都是她跟小楠商量好的 她还告诉我 小楠真的钱很多 比她都多了 所以给我们家 买的任何东西 其实都是小楠的钱 你想想啊 我们家牛牛 失散了二十多年 她在外面一个人 我只受了多少苦啊 现在 好不容易长大成人 却在家里生着自己老婆的气质 老婆还处处压着她 老婆说什么 她只能说什么 看着老婆的脸色在生活 你说我这当妈的有多难过呀 妈 哎呀 哎呀 你多想了 哎呀 可能哥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妈妈呀 你不了解 你 你哥哥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样子 又看见那个小楠的那个样子 妈明白 在你哥的心里 妈抵不过小楠 妈没她这个媳妇重要 妈的话还没说完 小楠就让她走 那你哥就 稍稍就走了 只剩下妈一个人 我现在 这个心里的七上八下 妈你别哭了 可能你根本就是想错了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的 你别想了 别想了 好好好 我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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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妈 现在有你这个女儿 二妹 妈将来就指望你了 就指望你了 妈不哭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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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一 好 早安 早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慢走 这么早上班 哥 你送钢铁的衣服啊 是啊 哦 哦对了 之前嫂子介绍 我到